第112集 魏鹰 蓝旺鸡吱吱呜 魏无仙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为什么鹰 没事的 医生都说了可以 怀小毛豆的时候 我们不是照样湖天海地 那时候你又敢 但你这次是两个 蓝旺鸡道 他其实想说自己那时候年少轻狂 不知轻重 没事的没事的 你真疼我的话 就进去帮我叫醒叫醒两只臭崽子 他们一天天地越来越调皮了 魏无仙俏皮地道 语气轻松 一边说 一边软舌轻轻勾着人唇献牵 手也没闲着 早已经将Alpha的欲巾扯到一边 熟练地用手跟某个 已经苏醒的小怪兽打招呼 摸一摸 又揉一揉 逼到恰到好处 不知是夜色所知还是怀孕的原因 魏无仙原本俊起的容颜 此刻添上了几分娇俏 漆黑双瞳紧紧盯着蓝旺鸡 然后眼睫突然刷地盖下来 像是忍不住似的 微微地颤 蓝旺鸡心跳步由加快 这哪里还忍得住 他轻轻推转魏无仙的身 一手托住他的肚子 一手握着他的腰 慢慢将自己送进去 契合的瞬间 两人同时发出一声闷哼 律动的频率 小心又轻柔 蓝旺鸡像是在细朽玫瑰 沉醉却控制 他极有耐心地顶着花心轻眠慢搓 直到魏无仙敌吟出声 你快一点 蓝旺鸡下巴蹭在人后颈来回撕磨 顶着人缓缓地又近身一点 咬着人耳的肩温柔的哄 怕你说不住 这个力度 两个小崽子却像是很享受 睡得乖乖的 一个也没有醒 魏无仙眼睛难耐地湿了 明明的快感让他喘得厉害 胸口大力起伏 背部绷紧了向后攻着 努力跟人踢得更紧 让自己的心跳与人同步 叶峰送了些花香进来 却盖不过屋内暧昧的气味 魏无仙想起来跟人说 玉兰花开了 蓝旺鸡低头亲吻人缓缓晃动的发思 嗯 我爱你 不论花开 还是花落 早上魏无仙是被两只小崽的铁头公给撞醒的 阳光已经透过窗纱照亮了半边床 魏无仙懵懂了好一会 伸手摸了摸旁边 果然已经没有人 只有肚里面两只小崽子 在深胳膊踢腿的做早操 昨晚魏无仙被爱抚得很愉悦 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睡着的 但身上清爽干净 显然蓝旺鸡又是做好清理工作才睡 也不知他睡了多久 自己的腰法真是绝顶优秀 又特别会疼人 魏无仙心情好极了 柔柔肚皮 魏无仙慵懒得起身 他跟小宝宝打招呼 饿了吧 这就带你们吃早餐去 声音比平时都温柔几分 刷着牙的时候 看见镜子里自己脖子 肩甲的处处暧昧红痕 又回味起昨夜的温存 魏无仙忍不住嘴角上扬 同时嘴里的泡沫让他清醒几分 糟了 还说今天要早起 要跟蓝旺鸡一起去上班 结果睡个觉全忘了 他拍着肚皮叫醒人 都说了让你们早点叫我起来 我是累得没醒 你们怎么也没醒 平日那调皮劲都拿去了 折腾我就算你们的 叫你们做点事就这么不靠谱 巴拉巴拉 献献在干嘛呢 醒了就起来吃饭 别饿着宝宝了 藏色在外面敲门 魏无仙继续一边洗脸一边教训 别以为有奶奶撑腰你们就无法无天 跟你们说 这个家里我最大 不听我的 你们试试 信完了 他心满意足地下楼 一边吃早饭一边寻思 想跟蓝旺鸡一起出门 其实做不到 他肯定不会同意 目前爸妈这一关就难过 平常他们对魏无仙就紧张细细 恨不得找个福把他供起来 要听说想去单位办点事 估计都得炸毛 魏无仙慢悠悠地吃完早餐 淡定地扶着腰站起来 表示要去外面走走 也行 今天太阳不错 这会也没那么晒 藏色说 魏常泽笑道 我跟你一起去 魏无仙皱皱眉 别 老爸 你走太快 我跟不上 小毛豆的手工明天要交 你不是答应帮他做盏南瓜灯吗 不赶紧做出来 小心他回头又跟你闹 那 行吧 你别走远 魏常泽乐呵呵道 就小区里走走 能有多远 魏无仙无所谓地说 扶着门框换鞋 顺利地走了出来 装模作样地夺了几步 确定爸妈没再观察他 魏无仙迅速调转方向往小区门口 同时拿出手机来打车 出现在局里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 以为魏无仙是出来做什么顺便看看同事的 等他脱了外套 披上警服出来 一个个更是呆了 魏无仙笑着走向自己的位置 怎么 傻了 还不快点把资料发给我 蓝忘机听到消息就疯疯活活下来 魏无仙刚粗略把资料过了一遍 准备去组长室讨论 被蓝忘机在门口抓个正着 魏英 将人带进旁边会议室 关上门 蓝忘机声音隐忍 眸光严厉 在呢在呢 魏无仙调皮的勾上人的脖子 你怎么来了 胡闹 蓝忘机捉住他的手腕 胡闹什么 我在家里闲这么多天了 睡得腰三背疼的 医生说要多运动 我刚好来办公室走走 顺便带宝宝来看看你啊 魏无仙歪着头 笑眯眯道 蓝忘机深吸口气 现在看到了 我让温宁送你回去 别这么残忍嘛 刚来就让我走 好歹让我待会 下班我跟你一起走 不行 蓝忘机斩钉截铁 你需要休息 局里的事不用你管 蓝湛 知道嬉笑不管用 魏无仙轻轻叫了他一声 语气变得认真起来 不再是玩笑的口吻 没什么事我可以在家休息 但局里有事 我作为局里的一员 知道了怎么能当不知道呢 再说你每天会那么晚 我也想帮帮你 尽一份力 你养好身体 跟宝宝健健康康的 就是帮我 单位的事情 有我就行 可我现在好得很啊 你不让我插手 我反而容易胡思乱想 蓝忘机沉默地看着他 魏无仙回手握住他 点了点脚 在蓝忘机下巴上亲了一下 连宝宝都知道我要来做事情 他们今天都乖乖的 不信你摸 他拉着蓝忘机的手 放在自己肚皮上 两只小的友今天真的难得安静 魏无仙牵着蓝忘机的衣袖 轻轻地晃 看向蓝忘机的目光 纯净的没有半分杂质 说出来的话却 他们今天很乖的 知道为什么吗 魏无仙眨眨眨眼睛 很无辜地说 因为你昨晚叫醒他们了 蓝忘机根本没办法 摸了好一会 轻声叹气 那你不能勉强有不舒服要告诉我 知道了 魏无仙亲密地蹭蹭他的鼻子 低声笑道 你别总下担心 我又不是胶气包 蓝忘机心里酸软一片 魏无仙笑着从会议室里出来的时候 外面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蓝忘机冲组长点点头 就上去了 魏无仙的业务能力 早已经是行业标杆 眼下他挺着运渡还能这么敬业 办公室里实际一下高涨起来 组长挥挥手 开会 大家各个抱着笔记本到会议室坐下 打开投影仪 讨论案例 过了许久才讨论完 魏无仙出来 赫然发现自己工位旁多了个位置 蓝忘机端端正正坐在桌子旁办公 只是他高大的体型 相对于狭小的桌椅有些突兀 但是没办法 过道就这么宽 加了张桌子 还得让出条路来给人经过 魏无仙挠了挠笔尖 小声跟人商量 蓝湛 你不用这样吧 不是说好了我不舒服就叫你 没事 我陪着你 蓝忘机到 将魏无仙桌上的温牛奶 向他面前推了推 喝了 魏无仙摇摇头 乖乖喝了 两人各忙起事 不再交话 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 也因为蓝忘机坐在这 都没人敢大声说话 整个压曲无声 不过蓝忘机的职位 不允许他安静太久 不多时 一个穿着警服的小丫头 拿着叠文件下来 找他签字 蓝忘机接过文件看 小丫头就站在一旁等着 眼睛一直描向魏无仙 魏无仙不经意对上人的目光 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由多留意了下 那小丫头 跟蓝忘机说话的时候 笑容都是羞涩的 蓝局蓝局叫得很是娇俏亲热 魏无仙眼睛盯着电脑屏幕 努力不做他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